光布香是全国阿美族最大的聚落 为了迎接八一国定原住民族日 今年是扩大办理为期两天的庆祝活动 今天下午由马泰安的泰巴郎两大部落领唱 演习成果发表 以及各部落族人的族语演说活动来暖场 那么乡长林清水表示 语言就是文化的根 借着族语演说以及歌谣传承 保存并且延续阿美族的文化命脉 全国阿美族最大聚落的光复香 在八一国定原住民族日前夕的今天 以部落领唱员演习成果发表会 以及足语演说率先开启庆祝圆明日系列活动 为期两周半的部落领唱员演习训练 今天就要在全乡各部落头目以及族人的面前当场验收 25岁袁翰混血儿林子祥一开始有些紧张 但在阶层哥哥姐姐们的协助下渐入佳境 部落头目看了也频频点头肯定 那我觉得在这一个过程中 我觉得困难的是都市的孩子很少会接触到这样子的文化 包含自己的祭典 还有像更不用说是今天这样子的领唱 这样的机会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难得 然后我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来参与这样 除了传承学习阿美族领唱文化 语言堪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 因此像公所这一次也推办竹语演说活动 不分年龄吸引13位的族人上台 以竹语阐述原住民族日的由来 我的部落文化特色或者分享部落生活趋势 光复乡阿美族人口就占全乡超过一半人口以上 每年8月1号都会以乡内各部落歌舞文化特色 来响应庆祝原住民族日成效卓著 今年以乡预算来办理语言传统临唱文化等 演习活动也获得详代会的权利支持 一个一条线能够大家全部都知道这个日子是 Numita Numiak全部都来 这样经过非常大的努力 那么在临唱长的执行之下呢 每一年都很稳定 那么不同的办理的活动会有不同的效益 文副乡公所从108年开始办理推广 除了明了政府制定原住民族日的由来及意涵 也借着庆祝活动展现原住民族丰富多元深厚的文化底蕴 今年新增的主与演说活动 乡长林清水表示预言为文化的根源 借着原民日加强推广 保存并延续阿美族的文化名脉 8月1号是我们原住民族日 我们今天官吾公所年期办了很多年了 我们今年扩大变成系列活动 今天7月31号我们下午来办宁昌岩的验收成果验收 然后再进行我们母语的一个演说的竞赛 然后明天整个我们在官吾高职 热热的活动啦 希望说我们的原住民日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原住民可以找到更好的自信 更好的活力 然后更珍惜自己文化 庆祝一年一度的原住民族日 官吾山各界相当重视开办围棋两天的庆祝活动 今天主与演说以及领唱员演习成果发表会之后 明天将会在官吾高职体育馆 进行传统竞技竞赛 部落妇女班才艺表演 以及趣味竞赛等等的活动 团结凝聚各部落共事 也借此交流情谊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